不說,可能大家不知道香港曾經是日本的大恩人 現在就讓我們由高空三萬呎和大家重溫一下歷史 今天會和大家說說大阪造閉局除想 令我想起要管理一個國家必先要管理你的信用 而要管理我們的信用就要先建立人民的信心 說到大阪造閉局除了令我們想起每年四月 如夢似幻般的櫻花美景之外 亦令我想起一段有關於香港的歷史淵源 慈程回到150年前 當年明治天皇皇正復古頒發五條世民 提倡四民平等開啟了日本的現代化 雖然明治政府贏了這個茂神戰爭成功板直奉還 但還需要面對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逃避的問題 就是各府空虛 這些時候通常都會有人走出來說 開動這個印鈔機,印鈔票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沒錯,政府的而且可以隨時開動印鈔機 無限制地去印鈔去解決眼前的問題 但貨幣系統終歸是一個信用系統 任何通貨,無論是黃金、白銀、絲綢還是政府的貨幣 它根本都沒有任何價值 而一切價值的來源都是背靠我們的信心 如果政府無節制地去印鈔票 只會有破壞貨幣系統的信用價值 最終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就是因為這樣,就負責任的現代國家而言 多數政府都會以未來的稅收或其他值錢的資產作為抵押而舉債 而只有當國債留到中央銀行作為抵押時 那個國家才會發行相應的貨幣 但明治政府,明治維新之後 日本很明顯是一個百費代輕的國家 莫說稅收,政權能否捱得到下年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還哪有信用來借貸呢? 政府無法借貸 當然無法興建種種基礎建設發展經濟 難道要回到老老印鈔票嗎? 還是我們要捱窮,好像以前那樣一窮二白呢? 這個時候,明治政府想到一個方法 用鐵路抵押來舉債 歷史書教曉我們 日本首任總理伊藤博文在歐洲考察後 對於英國的鐵路系統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到日本後,大力強調鐵路建設對國家現代化的重要 由於當時明治政府缺乏資金興建鐵路 故事在1869年12月 在倫敦發行國家的公債 以東京環濱、東京京都以及京都神戶 三條將會興建的鐵路未來收入作為抵押 最後成功吸引了資金投入日本 開發這個日本鐵路建設 為日本成為現代化的強國奠定的基礎 然而故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竟然關我們香港人事 在明治政府收到舉債資金後 首先投放的地方不是開動鐵路工程的結帳 也不是被天皇酒池玉琳 而是在香港買了第一部造幣機 還將當時香港造幣局的人員 聘請到日本 在天滿宮開設了大阪造幣局 最後明治政府在1871年成功推出了他們國家的貨幣 日圓 自此之後日本就擁有了自己的貨幣系統 不需要受到其他外國的干預和控制 明治政府也有了自己的貨幣之後 就可以有自己的貨幣政策 調控政府的收入和本國的經濟 當然日本要成為真正的強國 都真的要等到打贏了甲午戰爭之後 要大清帝國賠款了兩億兩的白銀的賠款 才成功建立一個很穩定的根本位的貨幣制度 講到這裡 或者大家都明白 一個地方如果沒有自己的貨幣系統 他的政府就缺乏了一個重要的工具去調控自己國家的經濟 絕對很難去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 明治政府當年巧妙地運用了鐵路作為抵押去舉債 成功創立了日圓之餘 也建設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嚴算的鐵路系統 這個究竟是上天的眷顧 或是出自絕世奇才 我們當然不得而知 但它背後的器材、技術、人緣 原來是什麼 來自於我們的香港就是一個不能夠沒掉的歷史事實 與此同時 最諷刺的是比倫的大清帝國 一直都沒辦法建立自己的貨幣系統 最後他的命運當然就要天淵之別 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帝國亡國 亦都是與鐵路有關 連長記性好的朋友 應該除缺了辛亥革命之外 一定會聽過保路運動 這些故事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我們會有一些會員服務 當中包括了我們Facebook的群組 大量的影片大家可以收看 另外我們都會有一個WhatsApp討論群組 給我們的會員參與一些即日的討論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WhatsApp 我來6510-0844 查詢報名 下次再見 拜拜